百善孝为先推广传统美德 红道老人基金会连续22年 举办世代家庭孝亲表扬大会 今年规划了三代同堂 齐心团结、温暖贴心等奖项 扩大表扬100户的家庭 而基金会也表示 希望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关心长辈 不论是贴心的设计 还是家人齐心团结照护 都能够让长辈感受到温情 希望透过这些模范 推广孝道的重要 听到时宜昌明 准备接受表扬的长辈 在家人的陪伴之下一同上台 从颁奖人手中接下奖牌 长辈是满脸笑容 家人也感到余有荣烟 红道老人基金会 这天举办世代家庭孝亲表扬大会 不少家庭都是十多人总动员 场面相当温馨 我们要表扬是多元化的 只要是你重新出发表现出来 对长辈对整个家庭能够贡献出你的照顾 你的爱心体贴 然后让整个家庭能够温暖快乐 这是我们要表扬的 透过网记网路或透过各种方式的消透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些 现在已经做到这些家庭 我们以后可以把它推广出去 那阿公阿嬷就算独居也不孤单 阿亲亲也是随时就在他旁边 基金会表示 随着迈入高龄化社会 家庭中的长辈需要大家更多的关怀 因应生活模式居住形态的多元化 孝道的表现不再只有一种形式 除了生活在一起之外 透过平常的关心 陪伴或是改善长辈居家生活品质 都是孝顺的一种 因此除了表扬三代同堂之外 也增设了温暖贴心 崭新样貌等奖项 平常奶奶在家就是很安静 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工作 然后奶奶都很配合我们 对 我们有就是很正常的家庭 一般的家庭 一样就是三餐 然后每个成员都会回来陪伴阿嬷 都住在附近而已 他喜欢唱日文歌 我会陪他唱 对 我为了要陪他唱日文歌 我去学日文 然后跟他一起唱日文歌 平常生活我们也是会带他出去走走 假日我们都会出去全家 包括我们的孙子 大家一起出去玩这样子 让他尽量心情开朗 所以就会长寿 这一次总共有100户家庭获表扬 50户出席颁奖 活动现场也穿插精彩的演出 像是有家族大合唱 长辈魔术秀等等 让现场气氛相当的温馨 而不管是为了陪奶奶唱歌而去学日文 还是晚上下班后 大家齐聚一堂陪伴长辈聊天 小小的笑道就能够换来长辈大大的微笑 记者成长安台中采访报道